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香港時間今天的凌晨時份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發表了一篇新聞稿 他就宣佈了要對於那些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的中共官員 實施入境限制 這篇新聞稿是這麼說的 說特朗普總統承諾過要懲罰那些打壓香港自由的中共官員 今天他們正在採取行動做到這一點 蓬佩奧就宣佈要對於所有曾經參與過 損害香港高度自治的現任和前任中共官員 實施簽證限制 因為他們破壞了在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裏 所定名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 和破壞了香港的自由、人權和權利 而這些被制裁人士的親屬也有可能受到限制 美國呼籲中國要履行他在中英聯合聲明當中的承諾和義務 即是香港應該享有高度自治、人權和基本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的自由 這些自由應該要受到法律的保護 並且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 而香港的高度自治 充分執行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尊重人權 都是至關重要的 美國將會持續檢視 並且適當回應這些關注 新聞稿就講到這裡 大家都發現到 似乎制裁名單仍然還未出爐 即是說 蓬佩奧已經決定要行入境限制這一步 但是到底限制誰 暫時就買個關子 不過很大機會 都沒有香港的官員份 因為新聞稿裡面寫得很清楚 將要受到入境限制的 就是CCP officials 即是中共幹部 所以香港的官員似乎不會是第一批受制裁 那到底哪些官員是高危呢? 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前 共和黨研究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 在這份報告裡面 就夾附了一份建議制裁中國官員的名單 裡面有七個名字 分別就是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公安部長趙克志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傑 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 就是這七個名字列入建議名單當中 到底特朗普是否依據這份名單 來實施簽證的限制呢? 暫時還未知道 不過應該很快都會出爐 正如我們在昨晚的節目所說 就是美國現在根本上全速前進 所有事情都來得很快 因為特朗普的團隊也會非常焦急地 去跟時間競賽 現在已經是去到六月份的尾聲了 距離十一月三日的總統大選 只剩下四個月而已 在這四個月裡面 特朗普一定就是要施展混身解數 一定是要用盡他可以用得出的板斧 盡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扭轉選情的劣勢 重新獲得選民的歡心 因為時間也不容許他再有半分的猶疑 實請蓬佩奧在今天凌晨時分宣佈的這一項 入境限制措施 就是援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規定來實施 除了說這些被制裁官員本身受到入境限制以外 他的親屬也有可能同樣受到限制 不過當然很多人會質疑 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裡面定了兩項主要制裁措施 第一項就是禁止被制裁對象入境美國 即是不批給簽證給他 第二就是凍結這班人在美國的資產 現在只是做了第一步 什麼時候才再做第二步呢 但我覺得應該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即是說起碼他還是踏出了第一步 如果沒有第一步的話 肯定就不會有第二步 起碼現在都宣佈了說會有一個入境限制措施 雖然名單還沒有 但我估計在這個港版國安法通過了以後 蓬佩奧就會把名單都公佈出來 只不過現在他就是賣一賣關子 他既然宣佈了這一步的時候 就不會說一個名也沒有 如果是這樣 只是被美國國內的選民笑都笑死了 所以他最後怎樣都會有一張名單出來 不過人名是怎樣就難說了 反正美國現在是在加速當中 所以肯定就不會雷聲大雨點少 肯定也有些舉措是會做的 但是如果連這一步都不做的時候 更加不要說下一步什麼凍結資產 甚至乎香港自治法裡面的核選項 又說要制裁銀行制裁金融機構 就這樣那樣了 如果連第一步 即是入境限制都做不到的時候 更加不要說第二步第三步 什麼核選項 全部都生了擒勞斯芒德的體字 全部都變成紫老虎 所以現在他踏出了第一步 怎麼來都說都好 都算是啟動了制裁機制 後續再有些什麼行動 等美國方面去宣佈 接著就講一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獨家消息 他們就引述了一個知情人士所說 其實就是中國帶給美國的訊息 就說如果美國越過了紅線的話 就有可能使得貿易協議會處於危險當中 即是有機會撻皮 到底這條紅線是什麼 知情人士所說 就說楊潔篪在馮洋會當中 就重申了北京政府對於履行貿易協議的承諾 但是楊潔篪就強調 雙方都必須要共同努力 有一位中國官員就說 這樣就意味著 美方應該避免干預過多中國內政 而且就不應該越過紅線 但是蓬佩奧就沒有作出任何讓步 而中國商務部屬下的一個智庫就分析 說美國不能夠一直要求中國買你的東西 但是同時又要打他們 這不是中國的工作方式 所以就在這裡放風聲 如果再去干預所謂中國內政的話 就可能有機會作出反制 其中一項的所謂反制 當然就是賴皮 就是不去確切執行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當中 所作出過的承諾 就是任得買貨的指標是不達標的 但是來講 中國會不會撕毀這個貿易協議呢? 我相信也不會 因為他只會放軟手腳 任得他躺在這裡 讓他正代變成一份歷史文件 拖拖一下就自然存在了 而且他也是看準了一點 就是特朗普處於一個兩難 如果特朗普突然之間 主動啟動這個回彈機制 或者就指控中國沒有去實行這個 首階段的貿易協議的話 對於他本人也是會有損失的 因為這個貿易協議是他引以為傲的 其中一項重要政績 就是他向那些農民交貨的一份東西 如果說跟你簽完之後 根本上中國都是賴皮的 那些農民除了會質疑中國賴貓之外 還會質疑特朗普無能 原來你根本上簽完之後 都只不過是一張白紙 空口說白話 他不執行你 他不執行你 那些農民也是會有情緒的 因為在去年 正如拜登所說 去年已經有百分之二十多的農民 農場是破產的了 所以特朗普也是急需要有一份政績去交貨 但是同時你也說 他又要對付中國 所以他就處於一個兩難 在對付中國的過程當中 他又要頸著這個貿易協議 放死他不執行 但是現在中國已經放了風聲出來 可能是會賴皮的時候 這樣其實是使得特朗普 對於這個貿易協議的重視程度 逐漸也要下降 當然他也不會啟動任何回彈機制 而且在口頭上 更加是不會對於這個貿易協議 作出半分的否定 因為否定貿易協議 就等同於否定他本人一樣 因為他過去那三年多 搞這個貿易戰 最終得回來的成果 就是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 如果否定了他的時候 你豈不是是白組 所以他就不會否定了 但是他就會從其他的路向來針對中國 這個必然會發生的 而且也是在發生著 而且是在加速著著 說回拜登 剛才我們提到 拜登就不斷惹特朗普 在一則獲得拜登授權的電視廣告當中 他就猛烈批評特朗普 沒有嚴厲地對待中國 而且還被中國玩弄 輸了貿易戰 美國破產的農民增加了兩成 鋼鐵工人又被出賣 美國的製造業在蕭條當中 我就覺得拜登根本沒有資格說這些 拜登自己也做過八年副總統 在這八年期間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翻了一倍 到底你拜登或者奧巴馬 做了什麼措施來阻止這件事發生 是沒有 當然有些人會出來爭辯 說奧巴馬也有搞什麼TPP 我們不在這詳細解釋 有機會再說 反正我們只是看貿易赤字 在2016年奧巴馬任滿那一年 就是比起08年增加了一倍 就說完了 數字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而且拜登的兒子 又跟中國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 很難令人去信任 你現在去批評特朗普沒有嚴厲地對待中國 你對待中國又有多嚴厲 過去你一直就是以親華來著稱 而且他在那些競選活動當中頻頻失言 也都令人質疑究竟他有沒有能力去擔任美國總統的職務 比如說在25日的時候 他在賓州的競選活動當中 就說美國已經有1億2千萬的人口 是因為武肺而呱老襯 嘩 這樣也說得出 也不止 他也曾經說過 自從2007年以來 美國已經有1億5千萬的人口 因為槍枝的暴力而拉柴 嘩 你真是完全是亂說的 這些懷疑有少少是那些 老年癡呆的症狀 不知道是不是 好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